由於今年上半年息口高企 加上租金回調 市場對租務回報要求與逆俱增 影響舖位造價、旅創新低 加上代銷化的銀主盤 令交投市場呈量低價跌局面 資料顯示 2024年上半年市場共錄得約375宗商店買賣成交 接近2023年下半年的約379宗水平 2024年上半年總成交金額質錄得約111億2700萬元 雖交2023年下半年上升約3.4% 但仍交2021年下半年的高峰跌超過五成 按照觀察的話 過去一年舖位買賣成交有超過一半月份 買賣數字賠賠約60至100宗 中原商部部董事王偉基表示 舖位租務走勢到見窄幅上落 資料顯示 2024年上半年共錄得約1,907宗商店租務個案 較2023年下半年的約1,958宗下跌約2.6% 倉疫情以來新低 同時總成交金額錄得約1億8800萬元 亦創下自2019年上半年以來的新低 業主面對現實 核心區破毀租務移價空間強勁 吸引不少內地及海外品牌來港拓展生意 空置率有所改善 反觀受北上消費影響較大的新界區空置率則見上升 王偉基分析 北上消費影響持續 但港府著重推動城市經濟 大力宣傳香港旅遊 可望令本土零售及餐飲業的需求增加 而第三季商鋪租務表現更為關鍵 目前業主心態疲弱 現在空間進一步擴大 將成為品牌入市承租好時機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